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一粒热巴是中国内地影视圈中备受观众瞩目的实力派小花 在影视、时尚、公益、综艺等方面都做到了全面开花 与此同时,她还凭借助敏锐的观察能力、鲜逊的学习态度 得到很多影视前辈的高度认可 截至目前,一粒热巴出圈的作品有克拉恋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千零一夜》、《长歌行》、《吕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等等 不得不说,截利热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几乎都是古装剧 不过,截利热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演员 她出演的每部古装角色都截然不同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截利热巴更是被爆即将出演古装武侠剧 本身截利热巴就可甜可言 再加上她气质出众 仪态大方 身姿曼妙 完全就是天选古装美人 此外,截利热巴的打戏更是一绝 不仅不拖泥带水 还很有美感 令观众难以忘怀 截利热巴武侠剧启动 被爆与诚意 为大勋合作 角色人设良深定作 今年,截利热巴即将禁组的古装武侠剧是雨淋淋 该剧是正午阳光正在筹备的作品 主要讲述的是出入江湖的一桩少女邂逅清秀俊朗的高冷剑客之间的情感故事 从原著来看 雨淋淋打戏描述戏致 主演结局遗憾 是一部戏剧冲突很强的小说 这次,雨淋淋被改编成电视剧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目前,从各方物料来看 雨淋淋的主创团队正在接触迪利热巴和诚意 对于这两位演员的古装 相信大家都有一眼万年的感觉 这次,迪利热巴和诚意强强联手 肯定会带给很多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 其次,两位主演的演技也很精湛 本身迪利热巴的长相就比较英气 非常贴合剧中女主英姿萨爽 俏皮灵动的形象 在表演上,迪利热巴的台词又很有爆发力 肯定会大大提升雨淋淋这部作品的质感 至于诚意 她的演技更是无可挑剔 无论是眼神变化还是台词处理 诚意都可以加入很多巧思 对于诚意而言 她一提到表演 就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再加上诚意的古装扮相清新脱俗 儒雅随和 气宇轩昂 非常符合剑客这个形象 不得不说 与灵灵剧方捡到宝了 毕竟迪利热巴和诚意都是喜欢用作品说话的宝藏演员 与灵灵除了已经接触迪利热巴和诚意 该剧还邀请到了魏大勋这一热门小声 众所周知 魏大勋自带喜剧细胞 经常在各大综艺中露面 这次 魏大勋首次挑战古装武侠剧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再加上魏大勋自带喜感 她的加入 肯定会大大增强与灵灵的喜剧氛围 目前 与灵灵正处于演员敲定阶段 让我们一起等待迪利热巴 诚意 魏大勋的精彩表现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